郭南島 做會拚 蔡培會 共産 南島需要一個有力量 進行 中央跟地方主要的人 好好來拔拚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尤其是我們的媒體朋友 蔡培會至少有三個特質 就是為我們地方來拔拚 為地方經濟來拔拚 來照顧我們的感苦 來照顧我們的年輕人 來照顧我們的世大人 而且蔡培會說到做到 我非常的感謝他為男同繼續來努力 我非常沒辦法認同我們公民黨 原本就有三位優秀的人才 要參選初選舉的機制 沒想到我們林明珍縣長在卸任之後 而且高齡70幾歲 沒想到他為了個人還是他們家族的利益 竟然又跳出來 為了他兒子 然後又繼續的來接受徵召 講師說是為了徵召 也可能是為了保全他兒子 然後 然後 以高齡的成分來參選 利益我這一期的騎士 真的沒辦法認同 我相信沒有什麼三連敗這件事 因為任何一次的選戰 都會是就是那次 我們南投選戰有南投的民情 南投人有南投的期待 我們要知道過去幾十年來 南投沒有大建設 過去幾十年來南投的觀光 靠的是日月潭 靠的是西投 靠的是清淨農場 都是中央資源 甚至於我們醫療資源也沒有進展 所以我相信 南投人希望南投更好的決心 南投人看到 蔡陪會帶來改變的力量 這一點倒是不會 有三個原因 一個是我的媽媽是陸谷人 然後我的阿嬤也是陸谷人 我小時候就是阿嬤帶大的 所以常常在這邊走動 那第二個是921重建的時候 我是受災戶 然後我投入921重建工作9年 也是全南投縣的服務 那前一陣子 不管是我做不分區 或者是中辦執行長 都是全南投縣的服務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陪會的努力 我相信我做8年來 在當縣長的努力 我們縣民都可以看得到 我在擔任17屆18屆的立委 總共我估計 我爭取回來建設南投的經費 將近209億 像南投縮的交流道 竹山的藍林交流道 另外還有 我們每一個上高速公路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 20公里免費的 就是當時我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爭取的 是我阿嬤林這邊有建立的 所以爭取到給全國的民眾 來福利 我相信大家都現在還在享用 所以我擔任立委 一定會好好來爭取更多的建設 配合我們的市縣長 好好的把南投縣建設更完美 更漂亮更進步 我想這次黨中央也做了 非常明智的一個判斷 因為從各項的數據 還有在南投縣很多的縣民 心目中林縣長是不論是在擔任 這個立委期間或者是縣長期間 大家對林縣長的評價都很高 那尤其對我們這次的補選 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在南投縣 我們過去所建立的鐵三角 我們能夠繼續的把它維持下來 過去林縣長在立委期間 他所表達的 不管是交流道 或者是各種的經費建設 他對南投的選手 他對於整個立法院的 這個過程都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呢 剩下不到一年的一個立委的任期 林縣長接任之後 確實是可以很快的 來進入狀況 同時呢 能夠跟我們在縣政府的合作上面 會充分的發揮 李明珍 加油 李明珍 加油